花莲县文化局主办花莲县格马兰族发展协会承办的 私事入扣格马兰香蕉丝文化风情展 今天下午在丰冰新设格马兰文化中心开幕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这失而复得的香蕉丝文化 连结成长条状的香蕉珠 搭配一朵一朵的香蕉丝花的彩带 格马兰族头目以及仪会的长官贵宾用小菜刀进行剪彩 私事入扣格马兰香蕉丝文化风情展 热闹开幕 正式开始 谢谢所有人会归金 从1960年代以来 格马兰族香蕉丝编制工艺在历经50多年的断层 当时六七十多岁的部落齐老 朱阿比 潘乌吉 朱阿菊 凭借儿时的记忆一针一线重新找回 失而复得的传统工艺 不仅反映时代情境与历史争议 也看见格马兰族人文风情 工艺上面的成就 它跟格马兰族的族群的显扬跟恢复 以及从宜兰在一百多年前迁居到新社这个地方 用在地的环境的素材去发展出来自己的文化的工艺 那这三件事情的混合 它不仅是在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 有它特殊的意义 它放到世界原住民的脉络里头 它的地位也有它特殊的价值 在花联文化局的支持下 花联格马兰族发展协会 特别在封冰箱新社部落 格马兰文化展示中心 开办四四入扣格马兰香蕉丝文化风情展 发扬格马兰特有的香蕉丝编织工艺文化 同时也和大众分享族人附赠文化的成果 已经失传了 当时他们就靠他们的一点一滴的记忆 就把它恢复起来 包括整个香蕉丝的制作流程 工序工豪 我们后来又发展为文化产业 正名之后我们开始又发展文化产业 那文化产业呢 那我们觉得说已经发展到这么一段时间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机会 让大家看一看 这是第一个 承认给大家 第二个 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年轻辈看到这个受感动 我们要加入格马兰文化的工作 包括公益等等的 别具格马兰香蕉丝编织工艺文化特色的开幕剪彩 在仪式后 由部落工作坊人员亲自导览解说 带领大家认识并了解 格马兰特有的香蕉丝编织文化工艺艺术 协会理事长潘朝成表示 冲击日起展到4月25号 展期期间的周末假日也都会有相关文化导览 及体验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格马兰族 和格马兰族人做朋友 记得十一遇蓝风兵采访报导 记得十一遇蓝风兵采访报导